我要對吳子佳提出告 就是做提告這樣子 那另外就是昨天也有提到是說 雅各城這邊是有透過1922還有部長信箱 這邊來做主動的接觸 那是想要問一下說 所以 這個1922就是指這個民眾疫情通報的這個 資訊服務中心來做 電話嗎 當初的這個怎麼會是用這樣的方式 來做 疫苗的購買採購 的接觸呢 疫苗要採購的接觸的來源非常的多 可以說非常多 我們現在才跟那個 輝瑞提供了幾個 進來跟我們在 商談的一些相關的資料 那問說跟他們這個輝瑞是不是有直接的 關係 那輝瑞這邊也跟我們否認說沒有這些的 關係的存在 那也希望提供相關的這些資料 給他們總公司做參考 事實上在這段時間任何的訊息都有很多了 各路人馬都要來提供 但我們這邊還有一定的 一個 作業的程序在 就跟大家報告一樣 如果有 那你就第一個我們要求要有 這些相關的授權的文件 我們才有辦法去進行 所以 然後有了授權文件 我們才就供貨的時間 價格跟那個 整個 供貨的數量 才進行相關的一些商業的談判 就是這樣子 那至於就是說 對 大家還是 過年期間還是不要口出惡言 不過就是 我還是要很嚴正的跟大家講 相關的一些時序 我們也講得很清楚 那有在保密條款的 我們就不會講 那已經沒有保 有沒有在保密的限制的裡面 我們就會講 那未來我們還是持續 在這段時間 還是跟BNT 持續來做聯繫 這個人 我不想再談 您剛剛說 我們跟輝瑞也有提了幾個 那 現在在商談的一些東西 但是輝瑞這邊有給我們一些關係上的 一個否認 那這部分能不能再稍微說清楚 這跟 雅克城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那跟雅克城都沒有關係了 全世界不是只有這家公司 有很多的公司都會來跟我們談論這件事情 那我剛才只是舉例 像最近就有三件左右 來談論這個事情 那我們當然是要跟原廠 來查證 他們是不是有得到相關的一些授權 那現在查證的結果 他們跟我講說沒有 那也希望我們說把相關的資料能夠提供 給他們 讓我們可以在全世界裡面做一些新聞的發布 或是提醒地方相關的一些注意 如果那個吳子嘉他是沒有證據的這樣 亂說 那為什麼不提告 那原因為何 那 知不支持來調查這件事情 對於說所謂的一個訊息裡面 我們都站在一個 惡假害 這樣的一個角度來看這些事情 那都會提供給 我們的法治組來做相關的研議 那其實法治組給我的研議裡面 是希望能夠來提高 那我暫時是我批的就是說 我們先看看 這情況 對社會造成的一個負面影響 如果大的話 我們再採取行動 那目前 我們再次找到一些階段 說到 還是一陣子 zweite邊 說到了 我們再次聽到